把食材放入碗中 因为不如加热 想吃点酸辣口味的 所以在烤鸡上放了一点酸辣椒 想着这样直接吃会不会太辣了 所以在酸辣椒上面又加了一点蜂蜜 想着是不是加了蜂蜜 就可以让那个酸辣椒不那么辣了 事实证明它还是很辣的 不知道蜂蜜有没有降低酸辣椒辣度的作用 但是对零来说 这个酸辣的感觉还是 稍稍超出了零的成熟范围 还是感觉是很辣的 虽然还是很辣 但是很开胃啊 虽然一吃就容易出汗 但是还是很想吃 碗里还放了一些花生酱 感觉花生酱还是很像很好吃的 但是直接吃干的就感觉会太干了 所以还是加一点水 调一下就会可能更好吃 其实零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但是一想到要多用一碗来 先把花生酱和水混合 然后再倒到馒头上 就感觉还是很麻烦啊 所以还是直接加了花生酱 干的花生酱 干的花生酱 就会配上做好 桂花下 吃吃开 可饿了 还没分开 从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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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就会比较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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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喜欢吃牙鱼 后来用微波炉加热之后 淋还是在花生酱上面 倒了一些白开水 这样淡起来就 还是比干的要好吃很多了 加热之后再倒上白开水 再调就不用多洗一个碗了